那是哪一列 那我們怎麼樣放過來 特別注意喔 有很多東西在想說 貼上去就好了嗎 當然不行 為什麼呢 因為 它是一個完整的字串 所以如果你要把這個字串裡面加一個 加一個變數 或者加一個屬性 加一個外部的東西的話 記得第一個 它這個字串怎麼樣 先把它切開來 中間用AND的符號串接 把它擺在中間 所以特別注意喔 輕易把它 delete 掉 再放什麼 串一個 前面的那個是 這個是加到 把它 加到一個完整 後面這個是跟後面這個串 他們就變成兩個字串 那本來一個字串變兩個字串 中間要加上那個東西的話 空白一下AND 空白一下AND 因為 因為串接記得一定要加錢或加空白 然後把剛剛的東西怎麼樣貼上去 就OK了 應該了解意思吧 就是它不能直接串喔 你一定要先把那個字串 切開來 再用ANDAND符號擺中間 再加上你要放的東西 寫完了 三行搞定 好 然後我看那日本人寫的書寫的至少十幾行 好後來我發現其實就這三行就夠了 OK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樣就完成了嗎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會不會WALK 點這邊一下 B欄 其中一個 我是建議各位可以這樣做啦 如果你不確定的時候你可以在這邊設一個中斷點 當這個事件發生它會停在這裡 你在按F8 繼續去執行 我們來試一下 玩具對不對 你會發現這個事件有沒有觸發 有 所以它會去 去找到什麼 找到這個 原始資料嗎 它有沒有改變 有 它WALK 去指 Change 對不對 那 是不是 第二欄呢 我們有沒有要放上去 有沒有發現 這個屬性馬賽會告訴你 Target這個 它現在裡面放什麼資料 都會一目瞭然 這個是TargetingValue Value意思是說這個 儲存格裡面的 放什麼資料 這個是放第幾欄對不對 再來的話呢 我們要做什麼事情呢 做F8往下 然後丟 丟結果過來 然後就結束掉 不過它本來就有了 換一個 再往下 查好了 我看一下這 它怎麼沒有停 這邊 它還在跑 執行起來 可以在 然後 設個中斷點在這邊 設中斷點 對不對 然後你可以點下去之後 CD 停在這裡 然後 它就已經 我看一下這裡面是 本來就有公司 請各位注意一下 我想說奇怪怎麼會 我都還沒有跑完 它就東西就已經都是在上面 OK 我可以要